先期熱潮節目 我是歌手整決賽播出了 楊仲偉壓軸演唱最愛這首歌 獨特的哭腔嗓音 再度讓現場觀眾感動到流下眼淚 只有那感動的是我 只有那感動的是你 先來為了認識你之後 與你分離 以前忘了告訴你 最愛的是你 現在想起來 最愛的是你 我以前忘了告訴你 最愛的是你 現在想起來 最愛的是你 紅顏 難免 多情 你已經和我一樣 很快 我們今天在 那麼果然呢 楊宗偉是贏了林志炫 不過林志炫呢 昨天中午的時候就在微博上留言 直指節目突如其來的一人一票制 很容易讓五百位的評審團的理性消失 反而是把票投給最喜歡的人 造成了影響結果 也讓人不免聯想到 他是不是因為呢 這個楊宗偉 在播出的半決賽當中 拿下冠軍 認為有聖之步的嫌疑 極具濃情的唱法 楊宗偉敗部復活後 有備而來 與你分離 以前忘了告訴你 最愛的是你 現在想起來 最愛的是你 果然如外界猜測 現在想起來 果然如外界猜測 楊宗偉擊敗常勝軍林志炫奪冠 林志炫則是第二名 或許上場前這個小插曲 楊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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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招牌哭腔敗不復活 準決賽成為最大驚喜 永活第一 以前忘了告诉你 最爱的是你 现在想起来 最爱的是你 我以前忘了告诉你 最爱的是你 现在想起来 最爱的是你 七人中年纪最轻的杨宗伟 还击败了自己昔日的评审